我们要问一下艾菲老师 什么星座的女人会把钱看得好好的 绝对不让她瞎呼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星座图板 会把这个钱看得好好的这个女人星座 我们请大家参考太阳星座还有上升星座 有上榜的朋友就是在谈恋爱的时候 就算是在婚姻当中也会把自己的钱看得好好的 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名上榜的 太阳星座上升星座 如果是金牛座的女生会把钱看得好好的 我们来看是什么原因 金牛座是属于这种会把钱放在投资不动产的这个部分上面 她觉得这样子把钱放到一个看得到摸得到的地方 是属于简单又安全的 那么因为这个金牛座的女生来讲 她觉得说谈恋爱很重要 但是金钱的保障更重要 她不会为了这个谈恋爱而傻傻的把自己的钱去借给男生 或者是说拿自己的辛苦钱来去养男生 她会把自己的这个存款 或自己投入收获的这个金钱放在不动产上面 她觉得这样子是最简单又安全的 再来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 是摩羯座 我们的惠子律师上升星座是摩羯座 那我相信这个惠子律师会把钱看得好好的 是什么原因 是属于这个钱不露白 亲兄弟也要明算账的这个类型 对于摩羯座的女生 尤其是女生来讲 她觉得这个金钱这件事情 第一个如果我有钱的话 我一定会先隐藏我的资金 或者是说我不会把我的这个金钱 就是任意的告诉大家 我最近赚了多少钱 或者是我投资获利有多少 那么就算是亲戚朋友跟我来借钱的话 那可以来写个字句 就算是父母要跟我来周转 那没关系写个字句 那么将来呢 以这个凭证的亲人之间在讨论这个金钱 什么时候还或什么时候不还 这个部分呢 比较不会失破脸 我们就凭这个这个白子黑字来说 这个事情就好了 所以呢摩羯座呢 他在做金钱的部分 其实就多了一份提防 跟一份小心的这个心理 所以他能够把钱看得好好的 再我们看到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 如果是这个星座天蝎座 也会把钱看得好好的 什么原因 他是属于会会计也懂得出纳 是属于精打细算的类型 那么天蝎座能够把钱看得好好的 最主要是他不只管钱的进账 也管钱的这个出纳 很多女生呢只在乎 我能够这个月我赚多少 下个月我赚多少 或过去几年我赚多少 但是这些钱你怎么去使用 你投资赚了多少 或投资亏了多少 哪些钱呢 去用来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应酬 哪些钱呢是在生活理财的这个日常消费 花费了 那么很多星座都会忽略这些事情 但是天蝎座呢 他能够把自己的钱管得好好的 原因是因为他懂会计 懂这个营收 也懂得这个出纳 所以整体来讲 他对于钱的流向都非常清楚 所以呢你不可能在这个天蝎座身上 唠叨一点点 这个就是好处 因为他把钱都看得非常紧 有上榜的朋友呢 金牛座 摩羯座 还有天蝎座 都是会把钱看得牢牢的女生 给大家多参考